各位觀眾 我們三天宣傳團隊 持續在台北地震署來為您掌握最新 有關於金華城安的最新進度 那麼今天早上呢 根據我們了解最新的 被今天呢 被檢方戒提的 就是威京集團的主席沈慶卿 可以看到呢 今天沈慶卿呢 同樣也是坐著輪椅 來進到了台北地震署 而這也是他這幾天呢 第二度來被檢方給戒提 那現在外界就會聯想 因為昨天傳的是彭震生以及柯文哲 那會不會是昨天柯文哲在庭上的時候呢 有說出了一些什麼關鍵事證 指向了沈慶卿 所以說今天檢方才再度來傳喚他 所以來釐清昨天柯文哲 一些說辭跟他是否有關 而且呢 現在沈慶卿跟柯文哲 其實兩個人的關係呢 都非常重要 因為檢方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要查金流 查出到底是不是這個沈慶卿 來出錢行賄 應小微 甚至是柯文哲的部分 所以說 現在金流的部分要釐清 而且他們兩個人的關係呢 也要有進一步的了解 好 那我們從時間點可以看到呢 他們兩個的關係真的不一般 尤其是在2022年的時候 金華城的容積率是飆升到了840% 那在隔年9月30號 柯文哲和沈慶卿甚至還單獨在 陶珠影員來密會 那在隔天呢 柯文哲就去美國了 但是途中卻掉了手機 掉了手機之後呢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 欸 我掉手機非常的緊張 因為資料都在裡面 尤其柯文哲當時還是台北市長 他裡面的資料呢 肯定至關重要 但是呢 當時幕僚卻比柯文哲還緊張 因為呢 柯文哲竟然要求幕僚 把雲端資料通通刪除 而不是轉移到新的手機裡面 那這個舉動呢 當時就讓大家覺得非常奇怪 如今呢 這個案件爆發之後 所有一切的 所有一切的證據跟關聯性呢 大家都想 大家都想到了 而且呢 現在呢 已經來傳喚沈慶卿了 那現在法界人士也不排除呢 檢方是想要從沈慶卿的部分來下手 因為呢 如果沈慶卿真的是行賄者的話 從他這邊做突破呢 是最簡單的 因為呢 如果說沈慶卿啊 他只承認跟映小薇 有一個行賄的對價關係的話 那是否會牽扯到柯文哲 這是檢方目前要努力的部分 如果說這個沈慶卿給出 他非常優惡的條件 要他來轉做污點證人 而沈慶卿也同意的話 那現在呢 案情的重大突破 就會變得非常的簡單 而事實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也會持續來為你做了解 最高的一個局面 也要用 satan